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要做面试有适当的准备 小朋友要去见人 所以小朋友本身的出发点 就是手要搞出他的情绪 小朋友的情绪是有足够睡眠 小朋友要有阳光气 如果他不够睡觉 他又会有些扭脚 所以去到陌生的地方 再加上这么辛苦的周居劳动 他就会表现得很不协调 很不合作 小朋友的情绪要让他足够睡眠 在家长选择服装的同时 也可以收窄范围 让小朋友参与去选择 他自己喜欢的颜色服装 又或者是鞋襪 各方面的配搭 令小朋友会觉得 他自己有一个融入感 他又好像觉得 很有一个骄傲的感觉 因为这件衣服是我选择的 这对鞋也是我选择的 这个就是在服装上 我会觉得服装上 我会给家长的一些提示 就是要清纯一点 配合小朋友的年龄 男性女性 也都要表达到 小朋友能够是一个 很伸展活动的自愚的一种装束 这些就是令小朋友走出来 英文叫做Smart 首要就是平时要做足的训练 不是当日才做的 而是平时小朋友的流露 自然表现 即是见到人 便会跟别人说Hello 因为你家里面 教小朋友平时的习惯 上是怎样说的 他能够用出来 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体验 这些对小朋友的面试 都可能有加分的作用 其次就是进入场地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 基本的纪律 自己有基本的纪律 就是说 不要说开放 我需要看到那些 又转违又远 又有缘 有这么多的 很有色彩的 或者很有趣的 活动 玩具 就是搶着 要去玩 就忘记了父母 已经脱了手 就去玩 这个呢 就是 带他去的面试 之前 要跟小朋友 要大家要有个 說得直接一點就是有些約法三章 小朋友不能夠失儀胎 媽媽媽媽都不能失儀胎 因為如果看到父母大聲 或者發猛疹的時候 周邊的人都會記錄的在案 間接影響了小朋友面試的得分